唐太宗李世民死后,武则天到感业寺出家,在这里他遇上了薛怀义,也就是他的第一个男宠,后来等到武则天继位后,陆续又纳了其他男宠,在这些人中,武则天最喜欢的是谁呢?原因是什么呢?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第一个男宠冯小宝,薛怀义,原名冯小宝,他是武则天第一个在历史上有记载的男宠,薛怀义原是一个在市井卖膏药的小贩,因身材魁梧,健壮,被选进宫,成了千金公主的情郎。 当时武则天大权在握,千金公主为了讨好武则天,于是就把薛怀义献给了他。 多年守寡的武则天,见到魁梧健壮的薛怀义之后,非常喜欢,碎流用,但是为了使薛怀义出入皇宫更加方便,武则天便让他薛发为僧,并在洛阳修建白马寺,薛怀义出任主持,从此借举办佛式之名,薛怀义便可自由出入皇宫。 薛怀义得宠期间,凭借着自己的如皇巧舌,不断得到提拔重用,他不仅为武则天督建名堂,还曾多次以大将军之名出兵讨伐突厥,并由此因功受伤。 薛怀义两次讨伐突厥,运气都出奇的好,他兵未至,突厥就逐水草而去,消失得无影无踪,而薛怀义当然把此归结为自己的功劳。 可是就在薛怀义宠吉义时,飘然自得的时候,一件让他非常恼火的事发生了,那就是武则天看上了太医沈南老,暖男太医沈南老。 武则天自于沈南老好上之后,薛怀义越来越受到冷落,终于有一天心怀妒忌的薛怀义一气之下,把自己曾为武则天督建的名堂烧了,可是对于这件事,武则天不仅没有至罪于薛怀义,并且还让他再次兼修名堂, 因为他首先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,再者说薛怀义之所以这么做,也是出于对沈南老的嫉妒,这恰恰的说明了自己的魅力依然存在。 这一次,薛怀义虽然得到了赦免,但是心中依然不愤,他经常私底下宣扬武则天的丑事,武则天知道之后,终于忍无可忍,设计将其杀害。 薛怀义死了以后,沈南老成了武则天唯一的宠,可是已过中年的沈南老虽然仍文雅风流,但已身心虚弱,他极尽所能地想服侍好武则天。 但已力不从心,因此没过多久,武则天便陷入了寂寞郁闷当中,供服了德的小鲜肉。 在薛怀采、沈南求相继去世后,武则天又开始陷入了寂寞的生活,这时,太平公主把有贵族血统并且精通诗词歌赋的张昌宗引荐给了武则天。 张昌宗英俊潇洒,血气方刚,深得武则天的喜爱,同时,张昌宗也十分具有谋略,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,他将自己的哥哥张一芝引荐给了武则天。 二张兄弟都英俊貌美,血气方刚,使得武则天的拥有了数不清的良辰,三人愉悦地相处了八年。 张一芝,张昌宗是一对亲兄弟,唐太宗时奉歌侍郎张九成的儿子,二张兄弟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,并且风度翩翩,相貌非凡。 在他们成为武则天男宠之前,二人都是武则天的女儿,太平公主的贫妇,后来太平公主因见母亲寂寞难耐,出于对母亲的孝心,遂割爱,将二张兄弟献给了自己的母亲。 二张兄弟除了长得漂亮之外,还精通音律,善谈能唱,最厉害的一点还是他们侍寝的本领高超,因此武则天一得到他们,就宠爱非常。 那么武则天宠爱他们到了何种程度呢? 举个例子就知道了,有一次,武则天的孙子李崇论,孙女永泰公主和孙女婿武庭基因布满二张仗势霸道的嘴脸,四下里议论,不想这件事被二张知道以后告诉了武则天,而武则天竟因此一下子把三人全部处死了。 由此可见,当时武则天对二张的宠爱到了何等程度? 二张借着武则天的宠爱,势力迅速膨胀,一时间权倾朝野,蔑视群臣。 朝中大臣虽然对二张的行为极为不满,但是涉于武则天的威严,均敢怒而不敢言,直到公元705年。 武则天病毒,卧床不起,朝中拥唐大臣发动政变,把武则天从病榻上请下了皇位,顺便诛杀了二张兄弟。 其实这次政变名义上就是以二张兄弟谋反而发动的,可见当时朝臣早已对二张兄弟恨之入骨了。 但就在第八个年头时,被废的太子李显的子女却开始传播武则天和二张的苟且之事。 武则天虽年迈,但还是不愿听到别人对自己私生活的议论,便怪罪于李显。 李显为了苟且偷生,竟杀死了自己的子女。 神龙元年,以张俭之为首的大臣,开始劝李显赴委。 不但是武则天退位,还带兵传入武则天宫中将二张兄弟杀死,使得二张兄弟身躯不全,惨死宫中。 几位难宠的结局。 在这里首先讲一下武则天的感情生活,武则天第一次进宫,唐太宗召他入宫的时候,估计他和唐太宗没什么感情,因为唐太宗比他大27岁。 而且他这种性格并不是唐太宗喜欢的性格,唐太宗并不喜欢这种刚烈的,所以他俩可能没什么感情。 后来认识了唐高宗以后呢,那时候唐高宗是太子,那时候他们俩可能就有了一些感情。 虽然武则天有人说是为了通过唐高宗把他拔出苦海,将来有一些什么什么目的,但是可能也不能否认他和唐高宗还是有一些感情的。 武则天一生写了很多诗,这些诗大部分和政治有关,但是也有一首有点私人感情的诗,这首诗叫如意娘。 据说是他在感叶斯维尼的时候写的,叫看朱成碧斯纷纷,就是看着他原来穿的石榴裙,把红颜色都看成绿颜色。 为什么?思念弄得他眼泪哗哗,眼泪模糊的,颜色都看错了,憔悴之离为一君。 为了思念你,我自己都很憔悴了,不幸比来长下泪,我流下的眼泪都滴到石榴裙上,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,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,你来开箱子看看你的石榴裙,这上面斑斑的泪迹就说明了我对你的思念,很有感情,这诗写的。 那么所以说他和高宗可能还是有感情的,所以唐高宗李治才能不顾乱伦地指责他,依然把武则天从一个泥沽,让他长的头发接回宫中,最后立他为皇后,所以武则天还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。 那么到唐高宗死了以后两年,也就是说他在61岁的时候,他有一个男宠,叫做冯小宝,后来改名叫薛怀毅,那么有人就为了肯定武则天就认为这个冯小宝不是他的男宠, 说武则天主要看他会懂建筑,所以把他招到宫中,让他来建名堂来了,为什么呢,因为你看武则天都61岁了,他不会有什么胜利需要了,有人就这么认为,但是这种说法呢,恐怕还是需要商榷的,因为武则天他这个家族可能是有些特殊性,我们看他们这个家族可能有长寿基因,你看武则天活了81岁,他的妈妈杨氏活了92岁,武则天在68岁的时候,又长了两颗心芽, 所以他这一年改了年号叫做长寿,他周围的人都不觉得武则天有多老,都觉得挺少的,就说他们家可能有长寿基因,这是一点,再有一点,可能和社会风气,和他家庭生活影响吧, 他这个家族呢,可能在性生活上面比较开放,你看他的妈妈杨氏,在他80多岁的时候呢,就喜欢上了他的外孙子,这是他妈妈,不仅是他妈妈, 而且他姐姐就是韩国夫人,韩国夫人后来和唐高宗也好了,不仅韩国夫人和唐高宗好,而且韩国夫人的女儿魏国夫人也跟唐高宗好, 所以武则天最后把魏国夫人也给他下毒药,把他给治死了,那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也是跟很多人好,所以他这个家族可能有这个特点, 所以从这两方面说,所以武则天在61岁的时候有男宠并不是不可思议的,但是我们要说武则天虽然非常胆大自信, 但是他终究不敢像南皇帝那样,公开的设四个妃子,36个贫富,他还是为了掩人耳目呢,还是把薛怀义把他作为一个僧人,让他进宫帮他搞建筑, 以这个名义让他到宫中来,他宠薛怀义宠了大概十年左右,然后呢,又有一个御医叫沈南求,但是这个人呢,记载不多,他宠了十年之后,他就把这个薛怀义给杀了, 杀了以后呢,又过了两年,他73岁的时候,他又有了两个男宠,一个叫张义芝,一个叫张昌宗, 这两个人也是很年少,长得很白,那种小伙子,跟他妈妈一样,他妈妈也喜欢这种年少长得很白的小伙子, 这个张昌宗和张义芝,武则天也不敢把他们公开弄到宫中,让他到宫里头写书,他宠张义芝和张昌宗宠了八年,最后这两个人一直陪他到死,陪他到退位, 武则天的男宠,也不过就这四位,比起男皇帝来少多了,这后人不指责男皇帝的这种,有众多的女士, 嫔妃,只指责武则天拥有男宠,这是不公平的,另外还要指出的是,虽然武则天有这几个男宠, 但是他并没有给他干政的权利,就是说你这些男宠你可以仗势欺人,可以挥霍浪费,可以败坏风气, 但是不许你干政,一旦你干政了,那么你的末日就到了, 虽说武则天的四大男宠的下场都不太好,但是二张兄弟的功夫真是好, 武则天对于薛怀毅有着在感业似的情分在, 对沈南了是享受被他呵护的感觉,然而他却对二张兄弟没什么情分在, 只因为二张兄弟事情很令武则天满意,所以才能躋身四大男宠之恋, 那么我们就去试试吧, 感谢观看